阿萨猜出演9月3日在香港湾仔出席名表品牌周年庆祝活动 自从阿萨宣布跟陈伟婷分手后 她每次公开献身都好像抢颜欢笑 她在台上跟主持聊天和接受访问的时候 多次强调Life goes on 要向前看 所以对于一切有关陈伟婷的问题 她都不再回应 要说都说了 这不回答了 这也不回答了 阿萨自从跟陈伟婷分手后 谣言满天飞 阿萨不再做任何回应 看来也是出于对前男友的一种保护 不过阿萨跟搭档阿娇 今年也许流年运气不太好 阿萨要面对情商 而阿娇就遭逢血光之灾 世元日前他们拍新歌MV的时候 阿娇被机器砸到头上 当场标写了呢 我常常都跟她说 走路的时候就要走路 就不要看电话 不要讲电话 然后在家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你感觉很安全嘛 但其实也有很多危险啊 特别是她 我又叫她 哎呀你 你每做一个不同的事情 你都要专注一点 对然后她说 啊我我会的了 我会的了 但是她还是常常会受伤 所以她是一个 我又说你真的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然后她那天MV受伤我 不停在她旁边唱 然后她说够了啦 我受够了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吧